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好他家小狐狸好骗 随便骗一骗就上当了 而近日白浅上神也实在是十分配合 要说旁人或许可能不大了解南荒 但白浅上神绝对是十分了解的 从前白浅上神的四个白真上神便在南荒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近日白浅上神如此 无非也是真心有意撮合成玉和连颂二人 酒足饭饱 虽无鸟语却有欢声笑语 况且还有振振袭人的心象 余温散尽 余生健庭 白浅上神挨着成玉回了喜无功 准确地说 是喝了几杯的成玉 这日白浅上神问夜华君究竟要给连颂干什么话 白浅没法子 自己撒得慌只能自己圆 原本想明日再说 结果因为成玉闹得紧 白浅又瞧着东华帝君脸上有些不大高兴 这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拉着成玉回了喜无功 凤九目送着两人出了太成功后 回头瞧见东华一脸悠然地欣赏着佛灵花 凤九抱着双手在胸前 有些居高临下的意思道 得逞了 东华帝君瞬间失色看向了凤九 道 夫人 这是何意 见东华继续装无作样 凤九道 当真以为我不了解南荒啊 原来 凤九自从继任青秋女君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出门 也不同他那些同学好友嬉笑打闹 而是真的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 好好研究了八荒图 又像哲言和他小叔讨教过 除了青秋五荒之外的其他三荒的事 南荒虽偏 可白浅上神在那待过 又因着当年夜华求助的事情 故而说起来也灰声灰色许多 所以 凤九自一开始便是知道南荒的情形的 东华帝君收回自己装作惊讶的表情 道 小白 我觉得 他停顿了 不只是共同玄虚 还是真的一时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 总之这稍稍的停顿让凤九有些纳闷耳 道 你觉得如何 东华帝君见凤九一脸小大人的模样 瞬间觉得自己如此这般构思语句 未免显得有些多余 便道 我觉得你变聪明了 是因为时常与我在一起的缘故吗 凤九还以为东华会说出什么新鲜事 搞了半天只是想调侃他 便道 这样吧 为了证明我从小聪明到大 你同我回青秋住一段时间呀 凤九眨着眼睛 这太成功踏住的实在有些厌烦了 在九重天之上 整日有各种规矩 虽然自己可以在东华的爱护下 不理会那些俗套的规矩 可身为帝后的自觉和自省 总是让他难免自我约束的 虽然是玩笑话 看似随意一说 但东华帝君却知道 自己这小狐狸 定然是真的生出了这样的念头 否则断然不会脱口而出 向来将凤九放在心肩肩儿上的东华帝君 看着凤九 开口道 好 就如夫人所言 东华帝君说完变话来 众林道 众林 你去收拾收拾 明日咱们回青秋住些日子 东华说的是 回青秋 而不是 去青秋 这样的字眼在从前的东华口中 是断然不会说出来的 只因为如今有了凤九 凤九在哪里 他们的家就在哪里 喜无功中 叶华站在一旁挑着眉 安软在白浅怀里的成狱 想了半天道 如今你和凤九的酒量见长啊 白浅亲身换着奈奈 是因奈奈将成狱挪到床榻安置 然后好容易抽了身的白浅道 我可是说了 你有话要带给连宋 所以让他去一趟南荒 至于什么话 你可自己想吧 叶华无奈的将一直拿在手中的公文放在一旁 道 为什么一定要个理由呢 直接去不就好了 白浅上神捡起被叶华丢开的公文 拉着叶华的手出了房门 两人回到长生殿 白浅道 女儿家 怕休 叶华点点头 然后吹灭了屋内的烛火 下了一重仙杖 店内瞬间按了下来 叶华抱着白浅道 我不怕休 第二日 一十三天的风平平无奇 倒是凤尾花一场红艳 丛林早早收拾好的东西 站在院中等待着凤九和东华帝君 借宿在喜无功中的成狱 此刻也昏昏沉沉的醒了过来 摇了摇头 定了定神 确定这不是自己的房间 于是亮亮呛呛出了门 迎头撞上端着水的奈奈 道 奈奈 奈奈一笑 成狱人均醒了呀 我正准备叫你呢 成狱疑惑道 我怎么在喜无功 奈奈答曰 昨日您喝多了 天后娘娘将您从泰晨宫带了回来 成狱额间瞬间出现三条黑线 喝多也就罢了 还刘肃在了喜无功 刘肃也就罢了 还是白浅上神将自己从泰晨宫带回来的 成狱心中万分悲苦 他自己酒后什么德行 他成狱可是太了解了 仲林今日可有些纳闷儿 昨日帝君说要回青秋住些日子 叫自己收拾东西 看样子有些迫不及待的 怎么今日帝君和凤九殿下 在宫中用着早饭缺一点也不着急 莫非是忘记了昨日的话 不应该吧 重林猜测着 仲林有些不安 今日若是回青秋 那此时自己就应该安排公额去打电了 若是不去 那自己今日在太成功的差事可要开始了料理了 重林走到东华身边 道 帝君 帝后 我们何时启程 只见东华帝君和凤九帝后相视一笑 帝君道 不急 带小白今日送走了成狱 重林输了口气 看来帝君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吩咐 于是重林道 既如此 那臣先安排公额去青秋打电一番 东华帝君点点头 重林退下 凤九道 你如何确定成狱今日就去呢 东华帝君想了想 道 他今日肯定会去的 凤九见东华帝君一脸笃定 却又不说原因 心中愈发好奇却也安住不提 喜无功中 成狱梳洗完毕 此时正被阿里拉着一同吃早饭 席间他脑海中是不是出现昨日在太成功的片段 但只有一开始凤九说什么南荒有绝色佳人的话 成狱又开始心绪不宁起来 急至白浅和叶华出来 成狱终于想起来白浅上神昨日说 因为叶华天君恰好有意要紧话要带给连颂 怕谁去的都不合适 所以白浅上神也极力想要要自己去一趟南荒 成狱起身 天君天后 白浅见成狱如此客气 不禁一笑 道成狱人君怎能如此客气 没事 你就当这里是太成功好了 白浅上神不说还好 一说起来太成功 成狱便开始浮想连篇 想着自己昨日是不是在太成功又丢人来着 顿时脸上羞红起来 成狱道 嗯 昨日失态了 请天君和天后修怪 我平日里不是这样的 叶华拉着白浅坐下 淡淡说道 平日里你也不怎么正经 成狱听了此话 有些瞠目结舌的表情 还未及反应 又听见叶华道 这是三叔说的 三叔 那不就是连颂吗 成狱心中懊悔万分 亏得自己还惦念着那个浪荡子 他却在背后如此说他 眼看着成狱就要变色 白浅拽了拽叶华的衣袖 叶华君道 说起三叔 我有句话想请成狱元君 亲自去一趟南荒带给他 成狱元君平日里却是不怎么正经 可是做起正事 那还是非常认真的 听见叶华如此说 成狱平了平自己的神情 坐了下来道 天君请说 叶华一本正经道 南荒辛苦 反请成狱元君到了南荒后 为了安慰三叔 告诉他 就说天族的上神们 体恤三叔多年不易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